Raid TV 大家好,我是Raid 那今天呢,來大家 跑一下台南市啊 晚上的景點 因為可能很多人在台灣旅遊的印象就是 呃... 白天大家景況去很熱鬧 可是晚上啊 呃...就變得比較沒有地方想去 其實台南還有很多 蠻值得你晚上去遊玩的地方 像這個地方就還蠻特別的 大家看後面有一個 有一個大的魚 它叫大魚的祝福 然後這個地方呢,離安平平常近 大家可以看到後面那邊啊 那座橋過去呢,就是安平的鬧區了 也就屬於安平老街的那邊 也就是說你到安平來逛的時候呢 你可以安排少去那邊玩 然後晚上再過來這邊看 就還蠻近,很方便 然後從前面那個安平的橋下來之後呢 往這邊走 其實這邊停車的地點還蠻多的 就是往這邊只走呢 然後第一個紅綠燈右轉 右轉就有很多路邊 以及在那個裡面有設計一個停車場 我等一下走去給大家看一下 然後呢,如果你是啊 你是搭公車來遊玩的話呢 其實也很方便 那這邊呢,就有一個公車站在這裡了 再過去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公車站的站名呢 然後是這個 原住民文化會館這個站 然後呢,這邊的路線給大家看一下 其實還有蠻多路線 都有經過這裡的 詳細的可以大家上一個看 是公車網去查詢一下 然後呢,公車站牌啊 走過來一下子就到這個了 然後呢,這個監語呢 它是一個裝置藝術 然後它可以爬樓下 它的樓下呢,有一個小階梯 可以上去它的二樓這邊 上面二樓啊,有一個 我記得沒有錯的話 對,還要在 還在,有一個台灣的高向 等一下上去給大家看一下 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那這個之前有一段時間是 我一起來整修啦 但是我看起來好像沒什麼變 可能是維修附近的這些造景嘛 我記得以前好像沒有 這個燈的造景 有這個造景呢 感覺起來氣氛就更不錯了 就是你吃完飯啊 可以帶著你的朋友啊 家人啊,這邊走走 也還蠻不錯的喔 那這邊 推薦大家不要中午啦 因為中午就會很熱 就是你大概可能下午過後啊 然後晚上來逛這邊很舒服 或者說你要早上來逛也可以喔 喔 從這個角度啊 看過去 這個也還蠻大之一隻的 然後就是可以走上去之後呢 可以在上面拍個照 很多人都在這邊合影做紀念 然後呢 下面啊,我覺得這個啊 蠻不錯的 它這個燈啊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燈的上面啊 它其實是一個椅子 你可以像那個 拉近一點給大家看一下 其實 像這種騎腳踏車類啦 走路類啦 可以在上面稍坐休息一下 發呆 看個周圍環境 也是相當不錯的喔 OK 接下來我們到這個 大雨的下方 然後這裡 看到上面這邊啊 就是一個彩繪的玻璃 那從上面看起來呢 這邊你看不太出來的樣子對不對 但是你從上面看的時候呢 這個台灣的形狀還蠻不錯的喔 那接下來我們就從這邊走上去吧 這邊啊 有騎鞭 因為傷害比較低耶 小心弄到頭了 然後 這裡就只能到支持人而已 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人數喔 上來之後呢 這邊就可以看到這裡 剛剛講的那個彩繪玻璃啊 你從上方看呢 就是一個台灣的形狀 然後綁著台灣的中央山脈啊 加南平原啊 然後做一個設計這樣子 就是這樣起來 看起來還蠻不錯的喔 會還嗎 不好意思 這有什麼意思 這有什麼意思 這就是從大雨的頭部 這樣看下去的風景 前面呢 這邊是海螺 碼頭這區域 站在這邊呢 可以看底下的風景還蠻不錯的 然後 大家可以學他們一樣 看完之後呢 可以在這邊坐一下兩個天 然後我們就繼續往下走吧 除了這個大雨的裝置藝術之外呢 大家如果來這邊逛的時候呢 也可以像這樣子 在這種海邊啊 散步 因為它這邊是連接到碼頭嘛 所以有些海風 淺淺的味道 這樣逛起來還蠻舒服的 OK 那以上呢 就是今天這個大雨的祝福 台南市的夜景介紹 希望大家會喜歡喔 謝謝大家 我kraft 倫天 好好看 我們會不會跟著 得到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